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節要講一節就是國際新聞 話說英國掌握著 新疆載教育營的新證據 原因就是黑客成功 Hack了進去中共的資料 把相關的資料拿出來 英國也有所回覆 英國BBC也有報導相關的新聞 外相 出來說 就是要回應中國大陸這樣的行為 中共的暴行 實際上 就算不是有黑客掌握了新疆 那些公安的文件 實際上其實已經是有大量的證據 不過 一個 對著一個死口都不認 的人渣政權 你只能夠拿出更加多的證據 本身 在新疆集中營逃亡出來的維吾爾人 的證據本身已經是有力的證據 再加上 早前也有 當地的公安 後來 真的逃亡去美國 出來爆料 實際上的證據 可以說得上 其實已經相當充足 依然中共繼續 死雞 撐飯蓋 我們這一節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頭四節都已經說了 不再重複了 希望大家繼續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事源就是有千多份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公安 文件 爆炸性地曝光 現在內地都叫警察 但我其實應該覺得公安比較 順意一點 因為他們就是公安 公安 不是在做任何 拉罪犯的事 實際上 他們要維護的 是國家公共安全 爆炸性曝光之後 成千上萬 被關押的維吾爾人 的相關照片 包括受到虐待的照片 於是 呈現在世界的面前 這個叫做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 在24日 發表 文件 公佈 有史以來數量上面最多 最大 的一批 就是網絡文件 這批文件 就是來自網絡上面 來自新疆的公安 裡面的網絡裡面 他們就是安全措施做得不夠了 結果 所有文件被黑客拿了下來 發表的報告 令人覺得非常之震撼 根據報告裏面所說 原來當地的維吾爾人就是被迫害得相當嚴重 被迫害得相當嚴重 那就是 講到明說 如果維吾爾人 不聽 當地公安的指揮 當地的公安 可以開槍示警 如果維吾爾人 再繼續不聽 又或者甚至乎 試圖反抗的話 裡面是清楚寫明 可以殺害他們 這真是赤赤裸裸的犯罪證據 現在真是全世界 已經醒醒了 中共犯罪集團 以及俄羅斯犯罪集團 其實他們已經清楚知道 問題是 他們知道了 不代表立即有方法對付他們 就算有方法對付他們 也不代表立即就已經對付到 所以 我們依然是需要 跟全世界遭受中共迫害的人 站在同一陣線上 繼續 爭取我們應該要爭取的東西 其中一樣 重要的力量當然是站在 英美 附近 因為他們 有足夠的能力應付 中國這個野蠻政權 這份最新公佈的新疆警察文件 就是 成千上萬個文件組成 當中包括 就是來自 中國拘留型系統 裏面 大量這些所謂公安警察犯罪證據 這個文件就是由第三方 其實就是由黑客手上獲得 他們就是從新疆警察 內部保密電腦網絡裏面 獲得相關資料 他們在獲得相關資料之後就是交到到剛才所說的組織 亦 就是在 現在這個時間 聯合國人權小組 進入了新疆 正在訪問 整件事 可以說就是聯合國進入新疆調查這件事 就是頭下所謂震撼彈 法國世界報也有相關報導 這份文件就是聚述了 北京當局 對於 在中國大陸新疆的穆斯林 少數民族 進行迫害 在其中一個 最西部的地方 在新疆裏面 在2018年 就是有超過12%的少數民族的成年人 是12%的 大家計算一下 例如那裏有當地 有100萬人 那裏有十幾萬的成年人 就困在再教育營裏面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也是面對相同情況 所以 一天到晚我們在喊救命 真的不是辦法 最低限度 你也要告訴西方 你們到底想怎樣對付他 文件裏面也提到 如果在再教育營裏面的那些所謂的學生 那些全是成年的學生 如果他們不聽指揮 武警 可以名槍示警 如果他們 繼續升級局勢緊張 又或者 試圖 從再教育營逃跑 甚至乎 奪取武器 這個文件清楚寫明 武警 可以把他們殺死 這件事 真是徹徹底底 是犯罪證據 一個政權 擺明居馬 就是針對著某一個種族 進行種族滅絕 相關的文件就是直接反駁了 中國大陸就說這個再教育營 就是拉他們進去 教他們工作 這個真是好笑 所以 中國跟你說教育兩個字 原來就是集中營 所以 中國大陸跟你說防疫 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今時今日這樣的局勢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留在香港 決定留在香港的朋友 一定知道面對這件事 我們再次說多次 決定留在香港的人 我們尊重決定 但是還是十五十六的人 請快點做好 應該要做的預備 應該要走的話 請做好準備功夫 那份文件 所謂職業培訓中心 結果被公佈出來的 就是十萬份警察文件 裏面就是有那個 摘錄在裏面 當中文件也揭示 這個新疆 的黨委書記 前黨委書記 陳全國 陳全國 要求 把 維吾爾人 視為極度危險分子 為了阻止他們逃亡 那些所謂的公安 甚至乎 預備開槍射擊 換句話說 那裏 跟納粹的集中營 其實 完全沒有分別 結果裏面有大量的照片顯示 成千上萬的維吾爾人 遭受迫害 他們 被上了手購 腳鏈 這個集中營裏面的警察 那些公安 還要像香港警察 不斷向你展示就是他們最新型的武器 在耀武揚威 所以 其實香港現在的情況 的確 跟新疆是越來越接近 但凡是反對的人 全部被收監 但是他們對於反對的定義 越來越寬鬆 寫一下文章 寫一下專欄 他們現在也不放過 最初 說要對付扔磚的人 現在 就是連 幫扔磚打官司的人 他們也不放過 另一方面 英國也有發聲 英國就是就著最新的這個情況 表示 就是高度關注 因為 這個就是再一次有充足的證據 顯示中國大陸正在侵犯人權 英國外相說 這些全部是有力的證據 也是 第一手的證據 英國也說明 英國會繼續跟所有 International Partners 就是繼續 要對於中國大陸 對於維吾爾人 穆斯林的迫害 以及少數族裔的迫害 要中國大陸 負上責任 英文叫做 Commit to holding China to account 我們走到今天 已經沒有什麼懸念 基本上就是舉國上下 整個英國 就知道 這個中國大陸侵害人權的情況 包括香港的情況 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